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节万节万朝雨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无奈真实义 阿弥陀经书超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君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设立佛 极乐国度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书文 如上 南网杭树 池格莲花 种种庄严 揭示阿弥陀佛 因中属发大愿 即愿后属修大恨 无量功德之属成就也 如华言中怨恨 亦同此意 超文 愿以起行 行以实愿 菩萨因地 莫不皆然 行满愿遂 名为成就 因中者 为法杖比丘时也 言愿者 数发四十八愿也 有愿云 我着佛使 生我差者 至于七宝水池 莲花化身 又愿云 我着佛使 我差中至地以上 至于虚空 皆由宫殿楼阁 池流花树 昔以无量重宝 百千种香 而共合成 又云 若我成佛 周遍国中 如庄严俱 无有众生 能 种眼说 视为大愿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具体展示一报庄严的第二大科 保持楼阁莲花 前面对池随楼阁莲花都做了介绍 好 那这就是第四小段 总结性的一句经文了 就是佛又特别地告诉 长者瑟利佛 极乐世界成就如是 就是如以上属表述的 种种功德庄严 好 那这句经文虽能简略 里面呢 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所以廉治大师就用书抄 来把这个内涵给他展示出来了 那么 首先要了解极乐世界上面 所谈到的七种蓝巡 七种罗网 七种杭树 七宝池 八公德水 种种楼阁 无量的莲花 就是种种无尽的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 所发的大愿 以及由这个大愿 所引导出来的菩萨六度万恨 这样的行业 无量的功德所成就的 就像《华言经》讲《华藏世纪》 是皮诺剎那 因地无量的怨恨 所成就的一样 那这样就得要了解这个怨与行了 这个发了大愿 才能引导这个大愿 由这个大愿呢 才能够填充满足这个大愿 那任何一个菩萨在因地修 修因正果的过程 都是同样的法则了 所以这个菩萨大恨圆满 因地发的大愿才能够兑现 这就称为成就 成就是指他的愿以导行 导恨 恨能食愿 这样的过程就叫成就 好 进一步来看 跟这段经文相关的 阿弥陀佛的因地当中的怨恨是些什么呢 首先看 因 因中是阿弥陀佛因中所发大愿 这个因中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 他实现了种种的身份了 这里特别谈到有一个大教缘起的那个因地 就是阿弥陀佛做大国王 遇到自在王奴来 讲经说法 心开意解 弃国君王行作沙门 昊曰法杖 是这一次的法杖菩萨 那一次的视线叫因地 也就在这个法杖菩萨 这个卓比丘他的发心广大 这个智慧深厚福德深厚 所以他就称信发出了四十八大愿 这个发愿的过程前面都谈过了 这里就不重复 那四十八愿里面跟这段经文相关的选出了三愿 第一愿是谈道 这是选自五一本 五种原一本当中 汉武两一是二十四愿 魏唐两一是四十八愿 宋一是三十六愿 这些愿文各有详略开合的不同 有的愿不一定是四十八愿里面有的 这里选了五一本的第二愿 就法杖比丘发愿 当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岔土当中的往生者 他们胆生的地方都是在七保持八公的水里面 莲花中自然化身 自然长大 这个自然长大不需要有一种见识生长的过程 也不要有一个补卤抚养的过程 它从莲花出来就是那么 子摩真经色三十二项八十水行好 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发愿 所以愿圆满之后 那一切往生者自然就在莲花中自然化身 这是一愿 第二个引用的愿是魏一本 第三十二愿 宝香妙颜愿 法杖菩萨发愿 当我成佛的时候 我所住持的刹土 至地面以及地面以上的虚空 都有无量的宫殿楼阁 地面上的楼阁都有其保持八公的水 那个水还能留在岸边的花树 或者莲花上或者树上 这些花树以及楼阁宝石 它构成的材质都是以无量重宝合成的 一一种宝里面又参合着百千种香 来合成的 这个香呢 又能够普遍的熏其到十方插土 闻到这个宝香的众生都能够生起善根修佛道之行 这是这一愿 所以跟前面讲的楼阁 莲花 池水都有相关了 第三愿引用的也是魏仪本第27愿 一切严禁愿 这一愿是这样发的 若我成佛的时候变满极乐国中 都有无尽的庄严 这些庄严是非常清净 充满光明 极为华丽 这个形色苏特 它的形状颜色极为苏特 穷威极妙 非常的威细 非常的奇妙 就是无能成良 就是没有办法来描述得清楚 纵然具有天眼通的众生 想把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 做总体的演说的话 都是不能远受尽了 无能成良 所以这也是大愿的内容 所以讲极乐世界的楼阁 莲花 得水 都是无能成熟的 穷威极妙极为华丽的这个庄严 这是这个现象 结果是来自于他的因地的大愿 好 请看下面 言行者 大本云 法藏比丘 于四字的王佛俗 施取二十一亿佛刹清净之恨 如彼 如彼 如彼修持 幼云 法藏比丘 法四十八愿以 祝真实慧 勇猛精进 阿珍奇节 修菩萨恨 护身口意 修行六度 了空无相无拙 以行教化 至无量众生 发菩提心 视为大恨 言功德者 即此恨愿 名为功德 大本云 如是吉功累德 无量千万亿解 功德原辈 方得成就施愿 而若佛位 华严怨恨者 华藏世界品云 此华藏世界海 是毕都扎那 往昔微尘术佛属 修微尘术大愿之俗 言尽 又下云 普贤置地 行西尘 一切庄严 从此初 立法障怨恨 亦忧似也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是解释由大愿俗引导的大恨 《无量寿经》对法障菩萨修菩萨道 这个大愿引导的大恨 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所以大本无量寿经云 法障彼丘当时在世自在王佛所 发到大愿之后 就设取 设取就是由世自在王佛加批 让他能够考察他方世界一切诸佛修净土的方法 那考察清楚之后 奴彼修持 就是像他方世界一切诸佛修净土之行一样 设取他们好的经验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极乐世界它的建构 首先是要发愿 发愿就等于是 一个设计师要设计一个蓝图 那设计蓝图也不是贸然就开批设计 首先它有一个详细的调研 这个调研的范围非常广阔 是以二世一亿佛刹作为调研的对境 那这个这里面就有选择了 净土的精华加以采纳 惠土的漏裂加以分析秉齐 那这样的过程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把他方世界诸佛的行词给他摄受过来 所以这样的过程经过了五大节 所以设计的过程就有五大节 这样通过五大节的思维才有一个图子出来 就是四十八大元的蓝本出来了 于是这个蓝本就在四字的王佛所加以宣说 那这个蓝本呢 经过法藏菩萨反复的推敲 是非常的元熟了 所以当宣说完毕之后 这个法藏菩萨还祈求虚空着正天神善花 还真的感到大地震动 虚空天雨 种种妙花 虚空发出一种声音 决定必成正觉 就是对这大愿 这个法身佛有一个印证 决定能够成就 好 那么这个四十八大愿圆满发出来之后 那就是要开始实施了 就是建筑蓝图经过十方诸佛 尤其四字的王佛印证了 现在就是说这个设计院经过院长批准了 就有时效了 就开始要实施 那实施的过程也是很不简单了 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发了愿之后 无央数节以来 就一直专做这件事情 圆满大愿成就净土的过程 所以经文当中就有一句 一向专制庄严妙途 一向心不旁骛 一心一意 他在这个无央数节当中有不断的视线 有不同的身份 但无论是做什么样的身份 他都牢牢地记住这个目标 不会三心二意 不会再做其他的事情 一向专制来庄严这个奇妙的刹土 好 那怎么庄严呢 住真实慧 这个住真实慧说明 就住在空无相无浊 这种实相当中 这个也可以表述为一真法界 或者是毗图扎纳法界 住在这样的真实的实相的智慧当中 而生起了他勇猛精进的心 这样的时间经过了阿真起劫 就是无量劫了 来修菩萨的六度万恨 在六度万恨里面 这里在经典当中 是特别展示他慈戒和布施的功德 首先谈法藏菩萨慈戒 这个善父口业不积他过 这里父圣格 口业 因为一般的修行人口业最容易犯案 常常说东说西 这个激贤诽谤他人的过失 所以首先把这个口业的过失 要把它扶持住 善父口业不积他过 不积讽他人的过失 善父生业不施利益 生业这个沙道淫都要用戒律来规范自己 这个有慈戒的这种利益 善父异业清净无然 在不仅是身口其枝乃至异业当中 一夜当中不起贪嗔痴欲足想 连贪嗔痴欲的念想都没有 这致敬其意了 不着色身相为足法 对这个外面的五一六成 人就是不贪恋不执着能够观空 所以他因地当中身口一山一 一夜的清净无然 当这个一夜念头都极为清净 没有够然的话 那身口其实自然也会心净 以这样的背景在修行六度 六度是特别谈到了布施和供养祖佛 阿弥陀佛因地实现过国王 转能圣王 刀利天王 比丘王 王子 这些身份 他每这身份都要供养祖佛 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他都要布施 由于阿弥陀佛福德身后 每一次的视现 他都会地下宝藏 能够生起来 甚至手中还出种种的自身用具 来行大布施 那么这样就使无量众生来发菩提心了 这里尤其有一个祝真实会 虽能祝菩萨的六度万恨 但是在理上又能够了知了达空无相无作 这是一个法身大事的三解脱门 心要有真实的功德 无诺的功德 一定要有空性的般若智慧 首先谈到空 要了知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金刚刚讲的无四相 了知一切法 这个自信本空 无作者无受者 这就是空解脱门 同时要进一步观一些法 无相 既然是空 他就自信极灭 不生不灭 毕竟解脱 没有真实的法和真实的相状生起来 所以要了达一切法 无相 这叫无相解脱门 落了这样的空无相解脱门 自然就无有怨情 无以怨求 但是又以同体的大悲心 来生起教化众生的菩萨恨 这叫无浊解脱门 所以了空 无相无浊 以行教化 说明一个法障菩萨 就是了解主法的空性 但又不住在断灭间 一切众生都是心内的众生 虽然度一切众生 食物众生可度 虽然终日度 无众生可度 又次然的精情的度一些众生 这就是一种中道的道理了 所以这样住在真实的空性当中 又次然修菩萨的六度万恨 能够引导不仅自己这样修六度 也引导众生修六度 使无量众生发无上菩提心 这就是因地当中的大恨 那么这个所修大恨是 无量功的这所成就 这个功德呢 就是有这样的大怨大恨 它本身就是功德 一般讲这个功啊 修功有所得 秀功有所得称为功德 一般功德是从无为的层面 谈功德了 所以大本《无量寿经》谈到 法上菩萨就是无央数节如释 就是这样的 就真实会修菩萨六度万恨 教化无量众生 就急功累得了 这个时间长达 无量千万亿节 最后呢功德圆满具备才最终成就了 这四十八大怨 四十八大怨圆满成就的时候 这位法上菩萨就自然而然地 入道佛位成为阿弥陀佛了 那么这就类似于《华严经》 也在展示这个怨恨的关系 这里引用《华藏世界评》 《华藏世界评》有好几卷 我们看《华藏世界评》之一 这个普贤菩萨开卷就告诉余会的大众 足佛指 《华藏世界无尽的庄严海》 是《华藏世界评》 《华藏世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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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束也就难以计算了 《华藏世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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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亲近诸佛呢 他当然就有称赞儒来广修供养了 这些功德 在一一佛属当中 尽修世界海微臣数大愿 在每个佛属亲近的修持 微臣数的大愿 是这样的大愿大恨 属庄 属严禁的 所以这个《华诞世界评》的经文 后面就有一个记子 这个记子最后有一个记子 就讲到 广大愿云周法界 于一切结化群生 普贤置地行西成 一切庄严从此出 就是说这个皮鲁扎那卢来 他在阴地当中 微臣数的结束当中 发的大愿 就像云生起来一样 愿云 这个愿的力量周变法界 由于这个愿 他就在一切结当中 来自行化他 教化众生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 修菩萨的普行十大愿望 普行十大愿望里面 有智慧行 有福德行 智地行西成 智地是他的智慧的福德 智慧的德能 行呢 是他的福德的这种范畴 这种福德智慧都成就了 那这个《华诞经》特别讲 你要成就奴来无量无边的功德 要修普贤的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包括福德和智慧 那福德智慧都成就了 那么 毗奴扎那 华藏世界海无尽的庄严 就是从普贤十大愿望 所圆满的福德智慧帐里面 所流现出来的 那这样的你看 毗奴扎那庄严华藏世界的怨恨 跟法藏菩萨庄严极度世界的怨恨 就无二无别了 好 请看下面 有功德者 无漏性功德也 富有甚烈 今世甚功德故 无漏功德者 出足以迎修四福 为有漏之音 不明功德 又云功德在法身中 则此之大恨大愿 皆自信无漏功德 非世上人天 小国有漏之音也 圣列者 生闻菩萨 乃至于佛 皆有功德 小大悬殊 今世彼佛因地 修无量怨恨之属成就 从功至德 不可思议 故云甚也 好 这里又进一步讨论 这个庄严极乐世界的 这个功德 对功德的内涵 进一步讨论 这个功德 就是无漏无为的 信功德也 这个信就是我们的 本性 本觉 这个是 阿弥陀佛这个功德 是从信起修 就是从他的信德 属生起的修德 那么这个信德 就是如来藏性了 就是佛性了 就是实相了 所以这个信功德 所以这个信功德 它是出世间的 大慈大悲的 大智慧的 这么一个 本源心性当中 属生起的一种行持 所以这般讲 从信起修 全修即信 这是出世间的 无为无漏 同体大慈悲心的 这种功德 那这样的功德 在出世间法当中 也有胜利的 这种区别 那现在来庄严极乐世界的 这个功德 是一切无漏的 性功德当中 极为殊胜的 那下面对这个无漏的功德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公案 这个出主 出主就是菩提 达摩 就是禅宗的 第二十八代祖师 到我们中土来 正兰国来就成了 禅宗的初祖 二祖就是慧可 到六祖就是慧能了 这就 初祖他是 第二十七祖 就已经给他玄迹 说未来你要 你的要到正兰国 去教化众生 并且给他说 你去了之后 不要在南方滞留 南方的这个帝王呢 这个只注重世间的福报 不解佛理 还是要向百面而去 都早已给他告诉过 那这个达摩祖师 经过三年的飘洋过海 就在广州登陆了 那广州赤石就很重视 赶紧上表 告诉皇上 皇上是梁武帝 那时候定都在南京 梁武帝就很重视 甚至是出都远迎 谁知道 谁知道但是一对话就话不投机 梁武帝就问达摩祖师 首先就说寡人 寡人是自己的 造了很多寺院 写了很多金流布 渡了很多人出家 那有功得否 达摩祖师就回答 实无功德 真实的没有功德 这个执行是道场 这个达摩祖师不会由于你是房地 给你缠煤 实无功德 那梁武帝说 为什么没有功德 这可能我们想象当时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为什么没功德 达摩祖师说 你做的这些事只是人天小果 有漏之音 如影随形 虽有非识 你做这些都是有所求啊 所能得人天的福报 是有漏 有烦恼的因 虽然有这个福德 但是最终 他没有真实的利益 梁武帝又问 如何是真实功德 这真实功德 就刚刚讲的无漏的功德 什么叫真实功德 那达摩祖师这句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敬至妙缘 体至空极 如是功德 不可适求 这种清净的般若智慧 它是奇妙圆满的 这种功德的体 体性 本质空极 这要从性上去谈 性上是没有这些 有作 有为 有求 有染的东西 体质空极 这样的真实功德 不可以在世间去寻求 这一说 梁武帝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没有这个概念就 梁武帝又问 接着问 如何是圣地第一意 通过这问 说明梁武帝对佛理也是 也是蛮熟悉的 能问出这个问题 如何是圣地第一意 这个但是他谈圣地的时候 就已经是还是在那种 那种对待里面 所以这个达摩祖师要破 破他这些 所以梁武帝 扩然无圣 没有什么圣 扩然无圣地 扩然无圣 就是要破他圣凡的对待 但是这个还是不切记 梁武帝又问 对正者是谁 扩然无分 那我对面的是谁 这个达摩祖师说 不是 不是不认识 这些都有一些玄机在里面 但是梁武帝还是 对不上那个堆积 所以梁武帝 就皱着眉头 不高兴 也听不懂了 所以这样达摩祖师 感觉到话不投机 就在那个金城里面 待了十九天 就悄悄地离开了南京 就往北方走 可能我们就会想象 一尾渡江等等这些公案了 然后就在到了松山少林寺 面比九年 最后终于还是寻找到了一个神光禅室 断逼求法 这个富足禅宗的心印 这个传一伯 传完一伯呢 这个达摩祖师看来在中国 还是遭遇的不是太顺利了 不仅房地对他不认识 不了解 但当时据说有一个志工禅室 在朝中 第二天呢 就是等达摩祖师走了之后 志工禅室跟梁武帝之间 有一段对话了 这个志工禅室就说 你知道这个达摩祖师是谁吗 是梁武帝先问的 志工禅室说 这是观音化身传佛心意 那梁武帝一听就 是圣人印话 他就派官员去追他回来 志工禅室说 重能是你把全国人去追 他也不会回来 那说明志工禅室也是了不起的人 还能知道达摩祖师的身份 那么这个公案在中国的禅宗史上 我们每一次去读都会引发 他无穷的遐想 达摩祖师对我们中国的佛教贡献太大了 这个一花传五叶 禅宗在中华大地上发挥了它璀璨的光明 对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的提升 那是怎么赞叹都不过分的 所以这个禅宗它是非常具有般若的气氛 不是打打坐的问题了 所以你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无漏的功德 不是在世间所能寻求得到的 他要在本源自信里面 在那种不二的超约对待的 还不要执着那个法身 法身还要向上的 一空到底 毕清空无所有的那种 生命的本源当中去体论的 在那里所升起的 就金刚经讲 无事相而修一些善法 既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那样的一种神运 好 那一切贤圣 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在这个差别 无违法而有差别 就具有做胜利的差异 僧文它也是修无漏的功德 菩萨也有无漏的功德 乃至于佛也是无漏的功德 但是它有程度浅身大小的差异 它的断货的程度不同 身文的无漏的功德 九次的定破人我空 有无漏的功德 但是它尘杀或无名或法之还没有断 那菩萨能够断人我空 法空也断了相当程度 但是在阴地当中 它没有完全圆满 所以身文得一切智 菩萨的道种智 佛才得一切总智 这样的功德是有差异的 也是在弃正无为法的程度的差异 但是又不能执着有一个无为法 就金刚经不断讲 俄罗汉它不能说自己是俄罗汉 是一个驻厄难罗哲 它自己这个概念都没有 还真正是一个恶罗汉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 再回到这个经文 前面所介绍的这些 南寻罗网宝慈莲花 这些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因地 所修的无量怨恨之所成就 这个怨恨的功德是无漏功德 为什么特别要谈到 要了空无相无作 或者住无相空无相无作 只有你住在这个实相当中 所生起的大恨 才是无漏的功德 你如果对实相没有切入 你修一些实相上的那种菩萨的六度 它还是在有违有漏的范围 所以为什么般若很重要 一些诸佛都是由般若波罗蜜而生起来的 一定要对这个空性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所以这样的怨恨是建立在一种实相 真实惠的基础上所成就 所以它的功德就 由于它的心性无量无边 没有边际广大楼虚空 广大无边际 所以它所展示的那种功德的相状和德用 也是无有边际 这叫从公自得 不可思议 因为世间的东西都是可思可意的 可以思维可以讨论的 你到了初世间的东西 它离开了对待 离开了能属 离文字相离言说相 你怎么去思维呢 怎么去讨论呢 所以到了这个层面叫 言语道断 心形楚灭 不可思议 也正因为不可思议 这个功德才叫圣 殊胜 奇妙 所以我们对这句经文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对这个功德又从无漏性功德的 这个本寒的意义 要加以把握了 好 请看下面 经义不相悖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个问答呢 确实把那些中门下的人 常常对净土的一个普遍的质疑 给他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问答它不是凭空来的 就是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有这种疑惑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破斥 那么金刚经 是在我们中国佛教界读诵 非常广泛的一部经典 特别是禅宗的行人 他是要非常熟悉 在禅宗的五祖和六祖 就是以金刚经来印心的 好 那这个金刚经加以复晓 当然他就会自然用金刚经的 那个理念 来对比净土法门的一些异趣 他就会发生一些 好像不能圆浓的一些观念 所以这里提的问题就是 用金刚经的一段话了 金刚 般若有段话 庄严佛图则 实非庄严 世民庄严 那么特别他会强调 实非庄严 遮 遮全 那么现在你这个阿弥陀经 广泛的成熟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那为什么这两部经的义趣法义 是这样的不同呢 连世大师回答非常简洁 信向不输 属中异谷 金刚般若是从遮全的程度 是谈他主要展示他第一异地空 是谈他的信 这就是不立一法 扫荡一切 表达空 那么净土法门主要是从 门庭施舍不同 是从建立的程度 从他的相上来建立 所以信和相实际上是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它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金刚金属 金刚性的宗旨和阿弥陀经的宗旨有差异 门庭施舍的方法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来首先看看他提的这个经文 我们怎么正确的把握金刚经这段经文 金刚经都是在这种信上 即便他讲相 讲这个开始就是佛 这个怒舍为大臣 这个七十 托伯七十 这个回来呢 就这个七十一 复作而作 喜足以复作而作 他这个这都是一个佛的磁界的律语 像 那这个像呢 须伯提就能看出 这种佛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像上 具有着他的圣身的般若在里面 表达了他的信德 所以从一开始他这个信和像之间就有微妙的辩证统一 那金刚经主要是 它是大波尔经六百卷当中的其中一卷 那波尔经的经典主要是要破除我们聂地凡夫对外境 这种法的执着 认为他石油 所以他要展示这个用空来破持石油的 好 所以他常常就用遮群的方式 但遮群方式并不落到断面剑里面 比如前面 就看这个 佛在经文当 虚菩提一欲云合 菩萨庄严佛陀佛 那虚菩提回答 不也是尊 何以故庄严佛陀者 及非庄严 是名庄严 这个是虚菩提 他是解空第一 他了解佛问的用意的落脚之处 所以这几句话是虚菩提的回答 但这个回答是很正确的 这就顺应前面佛开始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你不应取法 是展示它的空性 但是你又不应取非法 又不能成为断面空 这礼和事都在遮的过程当中 又在建立 那你看庄严佛陀者 庄严佛净土 佛是净土 这里特别谈到这个要注意这个净 心静 心静则土 你要庄严佛陀 首先要心静 那心静 清静心里面 那就要从信德去谈了 你要心静 所以你庄严就不能着相 你如果着了庄严之相 我有能庄严 属庄严 那你心就不清静 就是如果取相 你就不心静了 你庄严净土 你取这个庄严净土之相 就是取法 但是如果你误会了这句话 你又误会了这个 而根本就不住庄严之事 你不住庄严之事 你就取了非法 都不对 好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 这句话呢 这就要了解 心土不二了 心外无土 土外无心 你心清静 就是 差度清静 那这个差度 不在自己心外 所以 终日庄严 而无庄严之相 可取 亦无庄严之相 可执着 这才叫 真实庄严 这样去理解 你不要讲 庄严佛陀者 实非庄严 你就不干这个事 而是说 你虽能做庄严之事 但是 不取庄严之相 不去 不去 执着他 是名庄严 不坏庄严之事 虽然有庄严之事 但也当体 即是空极 不离心性 是这么去理解 这句话 而不能陷到 断灭界里面去了 好 这里谈 连着大师讲 性相不输 所终意过 看看对性相不输 怎么理解 这个理解 可能都是 比较深邃一点 就是要理解 性和相的 辨证关系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庄严之相 是从哪来的 是从性 里面出来的 了解这一点 我们要了解 阿弥陀佛 一段开示 当十方 祖福菩萨 都到极乐世界 去理尽阿弥陀佛 去听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 得阿弥陀佛 受祭的 这么一个 场景当中 这些菩萨 看到了极乐世界 这样的庄严之相 也升起了 一个怨心 希望自己 以后的岔度 也像极乐世界一样 当这个怨心出了之后 阿弥陀佛很欢喜 于是给出了 一段开示 这个开示 就把庄严 这个极乐世界的 一个原理 给他介绍出来了 有三段 三个记者 我们就看一个记者 就能 就能 就大概可以 举一反三了 通达主法信 一切空无我 专求进佛读 必成如是差 你要庄严这个进度 首先要通达 一切法的信 这个信是什么呢 就是空 就是无我 这就是 般若的 终极的道理 也是金刚经讲的是 大乘第一 无上乘 一个菩萨状元净土 首先你要通达主法 一切空无我 但是你了解 主法的空信 但是不是 断灭空 不是豁达空 你要在空信里面 生起妙有 空信里面 发出大怨 你的大怨 引导大恨 就一向专制 亲近你的 庄严你的净土 来 这样就能 必定的成就 像极乐世界 这样的 佛刹 所以你看 既能成就 这个佛刹的 无尽庄严 它是从 信德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样 全信 起相 全体的 信德 升起了 这个像状 所以全体的 像状 就要归到 这个法性里面 所以西方 极乐世界的 一毛一尘 一花一水 全体都是 阿弥陀佛 所证到的 法身 持相 三身 四德 你要这样去理解 信和相的关系 所以信和相 本非二物 信相一如 都是真如法性的彰显 如果从体相来看 信为体 相为用 好 所以了解这个 这里讲 信相不输 要了解 这个基本原理 你不能 信相打成 两节 这就不对了 好 那这两部经 金刚经和阿弥陀经 各有属 各有各的宗旨 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 对好要空性的众生 讲金刚经 对好要妙有的众生 讲阿弥陀经 那么金刚经 是以无相为主 无相就是 这是波尔西经典的 一个基本的主题 就像惠能祖师 他说 六祖惠能 为上上根基人谈 以无相无助 无念为主 实际上这个无相 也不要简单的理解 为少当一切 金刚经 偶遇大师特别 做了一个 金刚经破空论 这个偶遇大师 他甚至认为 金刚经 还是以实相为主 实相里面 就包含着无相 同时具有无不相 无相无不相 所以金刚经 才不断的说 无助身心 因无数助而生其心 你无数助就才谈 无相的问题 空的问题 但是无不相 空还有不空 你不助一切相 而身心 身心就是身 身菩提心 身六度万恨之心 身修一切善法之心 这样才能够得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能仅仅局限在空和无相当中 所以为什么要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这样才能够安住其心 降伏其心 但是各有车重 如果说阿弥陀经是以他的相 车重他的相来说的话 那金刚经是车重他的性 扫荡 用遮群的方式展示空和无相 为他的车重点 所以说 所以说 产民低意 低意相 低意就是空性 空相 又不取空相 空空 空空意空 好 那如果你切入到这个实相 也就是实相的心 亲近的心 那自然而然这个清净性当中 就会升起佛的三色像八色随性好 升起像极乐世界 滑胀世界那样的无尽的庄严 所以金刚经在这里 有时候少到有时候见力 但你不能以摄像求见奴来 若以摄见我以阴神求 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奴来 这是少到 但是后面又谈以三色二相见奴来 与法不说断灭像 所以他在清净的心里面 法尔自然的会现出这样的庄严之像 这就比喻成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本身就有照天 照地的功能 但是他蒙上了层构 你用方便来磨这个镜子 把这个层构磨尽了 那自然你就有照明的功用 湖来湖现 汉来汉现 照天照地 所以现在这里 这个蒋金刚经专车中在谈这个性体 这个性也就是极相之性 就是这个性空 空性里面具有着妙境界相 有它妙有 所以极有之空 叫真空 不是说秉齐这个相 而取这个空的 那就不叫正空 那就叫顽空了 这要把握金刚经的这个意趣 同时再来看这个 关于这个极相之性 非其相而取信也 你看这个须菩提的视线 就很有启发意义 须菩提在佛的地是解空第一的 在多元系的经典当中 这以须菩提来教化菩萨的 所以须菩提在法和经常给他授记 就是以后授记他诸佛 会奉进三百万亿 那犹他佛 在最后生成佛 昊曰明相如来 国民保身 这个祈佛常住虚空 为众说法 你看这个解空第一的须菩提 他以后的名字叫明相如来 我号叫明相如来 没有叫他叫空王如来 叫明相如来 你想想解空第一的须菩提 有明有相 叫明相如来 然后由于他解空第一 以后他常常就在虚空当中 来讲经说法 这都是他的因地和果报 都有他威系的关联 同时表明 你清净心当中 自然身土自信 自然你有明有相 这个道理 好 回到阿弥陀经 他是劝九法皆众生 往生极乐净土为他的宗旨 所以这就是建立 从相 子方的相 住向正国 要指示西方建立极乐世界之相 建立名字之相 所以就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 种种庄严 要反复的详细的开示产明 令众生听闻之后 升起对极乐净土的神王 炫目之心 这是从事项上门庭施舍 来施舍 那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实则相本自空 就极乐世界妙境界相 自信本空 就是他的体性 就是第一异地 就是空 所以极乐世界常常叫 第一异地妙境界相 他一定具有第一异地的体性 才具有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 这个妙境界相 这个空有不二 空有一如 真空妙有 才是大乘得无上了意 而且这个相 也是为心为师 就是依这个心而显现 极乐世界的无尽庄严 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显现的 所以一切相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妙心 所以这就是 相本自空为心为师 所以属广泛的承说极乐世界 妙境界相 是极性之相 这个相的当下就是实相 不是离开这个性体 而在性之外有个相 所以金刚经和阿弥陀佛经 它门天师舍各有差别 但回归自信本源 切正实相般若 究竟成佛这一点 它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这两部经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 法义并不相悖 空有是不二的 空有是一如的 好 请看下面 问竹天宫殿圆圆 亦以宝言 与此何别 答 出庙意故 出庙者如是诸欲 虽君民宝 而只有出庙 驾有轻重轻 故竹天至下而上 依正庄严 重出建庙 圣爹囧疏 何况极乐超圣 超约三界 宁补宝言之中 独为最圣 金云 伦王亦有三十二相 而不祈佛 即此一也 又此功德 虽佛力成就 亦兼由众生 以心净土净固 兼由众生者 为摩金云 执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 菩萨成佛时 不禅众生 来生其果 乃至万恨 乃至万恨意 意如是 共云成就 亦可也 故曰 随其心境 则佛土尽 这又四世的问答 谈这个珍宝庄严 那逐天 下子是天王天下 上子 他化之在天 他这些逐天都有宫殿 总有娱乐的花园 那么他们都是珍宝庄严 与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 回答是出妙意故 有出和妙的差异 出妙差异 这里面想而易见 就是我们世间的珍珠 这个黄金 美玉 虽然你都可以称为它 叫珍宝 但是它的质地 有出妙的差异 你黄金 也有 这个18K 24K 99.9% 还有 它有 纯净度的差异 纯净度越高 它的价值越高 里面杂质越多 它的价值越 越轻 逐天的宫殿也是一样 升到玉界六天 也都是修上品的十善业 五界为因 从四天王 你看他们的宫殿的出妙 寿命的长短 身高的大小 福报的厚薄 都有明显的差异 你比如 四天王 他的身高 就是相当于周尺的 七十五丈 寿命 五百年 一年相当于我们 地球的 五十年 然后他的 也有 欲见 也有 淫欲的心 这些 那到了 刀立天 他的身高 就高了一倍 一百五十丈 寿命是 一百岁 一天 一昼夜 相当于我们人间的 一百年 那他的 福报 也越来越大 乃至于 他化之在天 就更 更微妙 这些 就是有 出妙 胜裂的 差异 这个 大家如果 想要了解 逐天的这种 差异 有些 经典都可以 去了解了 这里就不详谈 那这个 极乐世界 它是超胜 三界的 一块地方 所以他的 珍宝的庄严 是十方 无量 岔土当中 最为殊胜 一一报是这样 正报 一复 如是 这里提出 转能圣王 转能圣王 也有三十二相 但是 佛的硬化身 也是三十二相 因为佛 虽然有无量的相好 但是要 视线在人间 他不能 把相好 搞得太多了 要么就会 让人眼花了乱 甚至觉得 是不是可信 所以佛 顺应这样的时间 他也是 是视线三十二相的 好 视线三十二相 但是 这个 有差异 转能圣王 虽然有三十二相 但是 他没有威系的 八十随心好 他的那种 那种身体的光彩 不如佛 不如佛 这个身口七枝 他会有故事 那么佛的身 随智慧行 他有一种 出世间的 那种超越的亲近 所以他 转能圣王 就不吉佛 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虽然都是三十二相 但是他 还是有 本质上的 差异的 好 下面就谈到 进步对这个功德 庄严极乐世界的 那个功德 虽然是 阿弥陀佛的 大怨大恨的 力量所成就 但这里 廉慈大师 有一个 很精疲的观点 众生 也 参与了 庄严极乐世界的 这个 里面去了 其基本原理 是心境 则佛土境的 基本原理 来展示 好 这一点 他是 这些 我们镜头中 主持在 注解这个 是阐述着 这个经文的 威延大义 发前任智慧 发 兼由众生 因为我们前面 他总是觉得 这是 极乐世界 状元都是 阿弥陀佛成就的 但是这里讲到 他方世界 念佛众生 以及往生者 也同样 在成就做 这样的 极乐世界的 这样的庄严 这里 谈到众生 也参与这种 成就 这里先引用 维摩基金 维摩基金 讲那个 一个菩萨 庄严净土 是为了 劳益众生 劳益众生呢 首先这个菩萨 他怎么庄严净土呢 心境在佛陀境 所以要执行是菩萨净土 执行是道场 他用正直 执行来庄严这个净土 那么等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 方以内聚 物以群分 那就是他方世界 也就正直的心的众生 来生到这样的净土 叫不禅渠的众生 生到这个净土 身心是菩萨净土 这个菩萨是 好妖 集集所有功德 来成就的净土 那么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 那也是具足种种功德的众生 法尔自然的 要生到这样的净土 修菩萨六度的 菩萨修六度来状怨净土 以后等着菩萨成佛的时候 修六度的 有大成心的众生 生到这个净土 乃至以四色法来 专用这个净土 未来有四色法 乃至十善一道的 这个众生 生到这个净土 好 那这个极乐世界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我们是念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去的 念佛为因 往生成佛是果 那么这个念佛 佛号是 阿弥陀佛的愿心 是十相 我们能念的心 也是十相 极乐世界 不在我们十相心之外 所以 阿弥陀佛的心 可以贯穿到我们这来 我们念佛的心 也能贯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从这个性体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个层面来说 我们在 苏佛世界念佛 马上就会显现在极乐世界去保持 就有一朵莲花 长出来 好 那你说我们的 你在这里念佛 我们在这里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一座莲花 长出来 我们 而且一天几万尊佛号 甚至十万尊佛号 那个莲花越来越光辉 越来越大 那光这个行为 也就是你在 试图念佛就已经在 庄严着极乐世界 是不是 所以这样来看 极乐种种清净庄严 虽然主要是以阿弥陀佛 做菩萨因地时的大恨所成就 那么 在现在来看 站在佛 这是佛的角度来看 是他来成就 站在众生的角度 那么我们勤修敬业 勤修敬业就是信愿成名 也共同参与着 庄严极乐世界的这种大事 这是从礼上可以成立的 那么从礼上可以成立 偶遗大师 他对这句经文 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就是从我们念佛的众生 跟阿弥陀佛的怨恨的 富龙富色的角度 来加深对这个经文的理解 就是阿弥陀佛以大怨 以他的四十八大怨 作为我们众生都善根之音 因为后面阿弥陀佛经 有句不可以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意愿得身比过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经文 这一定要站在 以果地局做因地心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之间的 互动关系来理解这个 这句经文 不是说我们要修多善根之音 要积累多福德之源 还不是这么理解的 是阿弥陀佛的大怨 作我们众生多善根之音 以阿弥陀佛的大恨 作众生多福德之源 这个因缘是阿弥陀佛 果地上赐予我们的 所以就能够令我们 信愿称名的众生 念念成就如是功德 就是每一声符号 都在成就如是功德 如是功德是什么 就是无漏的功德 庄严极乐世界的那个功德 而且是已经成就 不是现在成就和未来成就 那已经成就 而皆是已成非经非当 那已经成就是怎么理解呢 这里他有一段这个话 这段话是很重要的 此则以阿弥陀佛种种庄严 作真上本质 带起众生自信种种庄严 全佛即生全他即至 故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好 这里就是阿弥陀佛的 这个在果地上的种种庄严 他就做本质境 这个本质境有真上的作用 叫真上源 真上的利用 我们信愿念佛的众生 就衬托做这样的真上源的本质境 来带起我们自信的种种庄严 怎么就是 有一个基本原理 这个所有的极乐世界一生庄严 都是一些众生信德本具的 内心本具的 仕途庄严都本具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个真上源 虽然本具这样的庄严 但是不能现前 我们现前的还是 娑婆世界的绘土 而展示不了像极乐世界那样的 实报庄严土的那种情景 好 那现在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成就的本质境 作为真上源 以这个名号来传递给我们 然后我们念念支持这个名号的时候 就能够借助着这样的本质境的真上源 来带起自信本具的种种庄严 那么全佛的本质庄严 乃是众生的本质庄严 这里面就是身负一体的关系来理解了 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不是我们心外的 阿弥陀佛是我们念佛人心中的阿弥陀佛 我们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 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体的 同体的就能复相的复动深入相及相路 既能相及相路就能把阿弥陀佛的本质境 变成我们自己的本质境 把阿弥陀佛的庄严 这就是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 不仅我当下念佛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 把阿弥陀佛的本质庄严 变成我的庄严 那么一切菩萨 一切人民也异父如是 也就是九法界众生 信愿村民都能衬托真上原的本质境 变起我们自心的种种庄严 所以就能成就像这样的 世事无碍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 这是不是这句经文就更有它的内涵了 好 请看最后一段 称你则自信能生万法 是庄严义 六祖云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华严坚云 一切宝灵王 解一切法如唤心属生 一切宝楼阁 无拙善根 无身善根属生 乃至衣盖床 坐等 莫不皆然 又云 此滑藏世界海中 若山河 乃至树林 成毛等处 一一皆是 称真如法界 据无边德 世故当之 净土为心 更无外境 这是最后 消归自信 来全息了 称你 自信能生万法 是庄严义 这个无尽的庄严 实际上是我们自信 升起的万法 这里引用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从他的行约传记里面来看 他作为一个苦老人 为了养母亲 砍财 给客栈 换点 换点钱养母 有一天 他在客栈里面 听一个客人 送金刚经 送到 因无数柱 而生其心的时候 他就有误入 然后他就神王东山 红人 红人祖师的道场 以后得人的帮助 安安置好母亲 他就来到 这个无祖室了 吴祖师这个过程都很有意思了 有一个祭宋 他得到了红人祖师的注意 然后到他村民的地方 敲落山下 有点稀有记的情节了 这个六祖慧能 就三根来到五祖的壮士 五祖就用衣 覆盖灯光就在衣中 跟他讲金刚经 又讲到 因无数柱而生其心的时候 这个慧能呢 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这时候就起 向五祖红人 说的一段 一段话了 这句话就是这段话的 这种禀告 慧能这样说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我们强烈讲心化路况 这个排笔句 何其自信 这样一秉白 六祖五祖慧能知道他 开悟了 知道他悟名本性 对六祖云 不是本性学法无益 若是本性 见智本性 即名丈夫 天人是佛 所以这个六祖慧能 就成这样的 这种禀白 就有资格接受衣钵了 接受衣钵呢 那就 五祖就让他赶紧离开 离开从湖北的黄梅 送他到九江江口 那百度 那这慧能赶紧 这个在船上 就首先拿着那个炉 炉奖 那五祖说 何应该是我来度你 就是我来百度 把你摆过去 那这个慧能说 迷失失度 悟失智度 应该我来百度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句话就 是悟名心地了 真的是自信 能生万法 就是大兴起信能讲的 世经和初世经 一些善法都在自信里面 本质具足的 好 那这一点在华元经 这是称信 为界外大师宣说的 一把这个 这个 这个一切法 不离自信了 说得非常的明显 这里 就从净土的庄严来说 一切宝灵王 就是华藏世界海 这种珍宝 那个灵就是灵夺 珍宝的灵夺 在那个网当中 有很多珍宝灵夺 那这种像 这种净土的像 是从什么地方 生起来的呢 是从解一切法 如患心属胜 就是一个菩萨 能够了达一切法 如患 如患也就是 切得到空性 所以他就会生起 这个奴患的宝灵王 虽然有这个像 也知道 他是奴患的空 所以这些一切法 由心属献 那就是 比如我们 苏婆世界 这样的绘土 无论是 正报的 三十六种不禁的 雪露之躯 还是依报的 坑看 精致沙地 这都是从我们 有漏的 捏尸的烦恼心 所生起来的 那么 净土的七宝庄严 也是由 佛菩萨 如果就净土 七宝净土来说 是由阿弥陀佛的 无漏的 清净的 智慧的心 生起来的 所以 灵独 之王 奴患 是从阿弥陀佛 了达 一切法 奴患心 生起来的 极乐世界的楼阁 可以佛在虚空 是从阿弥陀佛 无佐 无身的心 生起来的 乃至于 极乐世界 悬挂在虚空 浮在地面的 种种宝衣 是从阿弥陀佛 忍肉 波罗蜜 生起来的 种种的七宝 宝盖 是从阿弥陀佛的 大慈悲心 里面生出来的 种种的宝床 是从阿弥陀佛 能够 大逢法画 狮子猴 吹血显正的 这个威德心感 感召出来的 种种宝座 是从阿弥陀佛 解一切法的 空性生起来的 所以在华言经讲 华藏世界 还无尽的庄严 一级都是 真如法界 真如法界 无禁锢 所展示的 功德 相状 得用 也无边 所以这里讲 洛山河 乃至于 它的 宝树林 一尘 一毛 一花 一水 都是 称和 真如 法界 具 无边 德 所以西方 极乐 华藏世界 一个 微尘里面 可以 见到 全体的 法界 可以 含诗 实不可说 不可说 微尘的 佛刹 可以 隆纳 实不可说 不可说 微尘数的 祖佛 所以 你看 这就是 一多相及 广 辖 相隆 事事无碍 这个 无尽 无尽 所以 从这个原理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 进入 无尽的庄严 是阿弥陀佛的怨心 所流现出来的 净土为心 在心外 无有 境界可言 心境一如 心境不二 如果 能有这样的 性结 就 落到了 大乘的 圆顿的 这个 这个 佛之界里面 我们 要 这样去理解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显示着 涅槃的 藏了我尽 阿弥陀佛 全体的 三身 是德 所以这个 相 就 全体是 实相 是法界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愿意 始统能 统念佛进步 上到始统能 下继三度 若有见闻者 西方菩提心 尽此以报神 同生极乐佛 南无 本事是家 母义 妈母 本事是家 阿弥陀佛